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 民主党籍众议员马洛尼 5月27日宣布 对枪支制造商展开调查 马洛尼称 他已经联系了5家大型枪支制造商公司 寻求有关大规模枪击事件中 使用武器的制造、销售和营销信息 美国纽约州超市枪击案 和德州小学枪击案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先后发生 共造成31人死亡 两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 均使用了AR-15式轻刑半自动步枪 马洛尼表示 美国正面临着枪支暴力盛行的威胁 枪支武器的制造商 不能以牺牲人民生命安全为代价 谋取利益 众议院监督委员会将调查 枪支制造商的销售和营销渠道 为枪支安全改革的立法工作提供信息 另一方面 加州州长纽森在德州小学枪击案后随即宣布 将加快常识性枪支安全法 以保护人们免受枪支暴力 他承诺签署的一揽子初步法案包括 限制向未成年人宣传枪支 限制幽灵枪以及用于制造他们的零件和套件 建立私人诉讼权 以限制非法攻击性武器和幽灵枪的传播 允许政府和枪支暴力受害者 起诉枪支制造商和销售商 此外 纽森还宣布使用预算资金 防止被禁止的人获得枪支 并设立社区暴力预防办公室 5月27日 白宫官员谨慎表示 总统拜登即将就取消每位借款人 1万美元的学生贷款债务减免 做出决定 《华盛顿邮报》周五报道称 该计划的最新版本 要求对去年收入低于15万美元的个人 或已婚夫妇的30万美元的债务减免设置上限 目前还不清楚取消是适用于所有学生贷款债务 还是只适用于本科生 白宫指出 拜登准备签署取消学生贷款债务的立法 但同时也在权衡 总统有什么权利单方面清偿一些债务 据ABC7 5月27日的报道 一所被简称为RHS的学校 遭到来自网络社交媒体的威胁 导致南加州洛杉矶县柔斯密高中 以及全美范围内一些其他学校关闭 据信 威胁来自一个Snapchat账户 嫌疑人威胁要向RHS学校开枪 内容很模糊 但由于本周德州的校园枪击事件 促使全美多所首字母为RHS的学校 做出反应 相关人员进行调查 当地政府表示 他们关闭柔斯密高中是处于谨慎 目前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 威胁是专门针对该校园的 洛杉矶县治安部门的调查人员认为 该威胁可能来自德克萨斯州的雷蒙德维尔 媒体报道显示 周四一名学生因威胁学校而在那里被捕 此外据报道 柔斯密高中在一夜之间遭到破坏 一些卫生纸和不文明的涂鸦被留在校园几处设施上 一条信息被涂鸦在前教师埃里克伯基斯的教室门上 目前还不清楚破坏行为和社交媒体上的威胁是否有关联 针对近期网上舆论非常关注的新冠病毒常态化核酸检测费用问题 中国国家医保局表示 所需费用由各地政府承担 因此目前各地均由财政部门对常态化核酸检测提供了资金支持 据印发的最新通知 要求各地在6月10日前将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单人单检降至不高于每人份16元 多人混检降至不高于每人份5元 对于政府组织大规模筛查和常态化检测的情况 要求检测机构按照 多人混检不高于每人份3.5元提供服务 此外 参保患者看病就医时发生的核酸检测费用 可以按照规定由医保基金支付 这些举措为动态清零总方针提供了有力支持 充分保障了疫情防控大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